台灣的總統大選週六登場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一早就到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投票 原本平靜的投票過程 因為周子瑜事件擾動一池春水 蔡英文也加入了譴責的行列 台灣難得出現不同政治立場的政黨 一致聲援周子瑜小藝人的罕見場面 蔡英文認為中華民國國民 拿國旗表達國家認同很正當 不應該被打壓 日前因為手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 而引發爭議的16歲台灣藝人周子瑜 15日晚間在經濟公司安排下 發表道歉影片 以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的言論 在台灣引發台灣網友踏迫 大家後退一點好不好 全部追下來 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拿國旗表示對國家的認同 是不應該被打壓 而且被強迫說跟他原意相關的事情 蔡英文表示這件事情很嚴重 也嚴重傷害到台灣人的感情 她認為這是一個大家應該要團結的時候 用一致的態度向國際社會表明清楚台灣人的國家認同 蔡英文再次強調 中華民國的國旗表達一個國家的認同 是一個很正當的機會 不應該被打壓 蔡英文16日在游錫坤、高志朋的陪同下 準時現身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投開票所 與隨行人員一路帶著微笑 從下車開始就向一旁的民眾揮手致意 民眾則懷疑總統好回應 外頭有強大的警力戒備 各國媒體也一早就嚴陣以待 年年都來投票的陳太太說 媒體詢問蔡英文心情如何 她說還沒開票心情總是有點牽掛 不過前一晚睡得還不錯 以盡了最大的努力 對於結果就交給選民 競選團隊與支持者都很有信心 蔡英文說 投完票後她會先回家休息 預計傍晚再前往競選總部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 也是一早結同夫人羅鳳平到中正國中投票 因為與國民黨副手王如璇同一個投開票所 雙方的幕僚決定錯開10分鐘避免強碰 被問到關於周子瑜事件 陳建仁力挺周子瑜舉國旗 表示中華民國的國民舉起自己的國旗 應該是值得驕傲的事 在投開票所現場 投出總統票的手投足說 興奮又緊張 因為也沒有通過 他的阿姨補充 因為他們是 那個總統是第一次投 然後就這一票 神聖的一票一定要把他投出去 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苗秋菊台北報導 高 投足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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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